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妮可媽 我這一次呢 要給大家分享的是我 近期最常使用的小注定喔 它可以幫助排便 就是輕盈的數便 像我現在是一個新手媽媽 所以就是有很多東西就是很忙啊 她手忙腳亂 後來沒有辦法去安排 就是正常的時間順序去規劃 所以就是會手忙腳亂以外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吃飯 或是吃足夠的水果跟青菜 所以導致就是很容易的便祕 所以我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酵素草草本酵素釘 它是素食都可以使用的喔 所以它的顏色是綠色的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手上抱我女兒 它綠色的 它吃起來它完全沒有藥味 它的口中 因為一定會配水喝啊 所以它的味道大概像是蔬菜跟水果 濃縮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它的包裝就像這樣真空包裝 就是你要吃幾顆就可以直接這樣子把它 就直接拿去 那我自己的話是一天是吃兩顆 是在中午的飯後吃 那當然你的水也要喝得足量 不要說只有吃了這個酵素釘之後 都沒有再補充水分 其實水分對人體來講說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還有就是我想帶大家看一下我平常生活的 我常常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做這些事情像比如 小朋友的副食品就非常的忙碌 因為畢竟有很多東西要去磨啊 要去熬啊 還有你要給它過篩啊 是真的需要花費一點時間 那你還要去燉一些東西 像可能青菜啊 要燉湯啊 還要把它燉成泥啊 什麼的 所以真的必須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去在這 那小朋友在哭鬧的時候 你一定又會要去哄他啊 幹嘛的 那你還要餵他奶奶啊 還要餵他吃副食品啊 是真的還蠻忙的 加上做媽媽自己一定也會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吧 怎麼可能24小時都是一直在顧小朋友就好了 難道自己都沒有一點點時間的權利嗎 我覺得這樣是有點可憐啊 是蔬菜沒有辦法吃的很足夠 那青菜也一樣啊 那如果你有上班族也跟我一樣都是很忙很忙 沒有辦法去補足這些蔬菜水果 畢竟外食足是真的沒有辦法攝取到很足夠 所以呢 使用這個酵素錠是真的有幫助 可是剛開始第一次吃的時候 肚子會有一點點就是 肚子會給你一個警訊 就是我要上廁所了 它不是那種肚子痛 讓你那種痛到一定要趕快衝廁所 它是那種一點點拉警訊 在跟你警告說 欸 我那個肚子要準備要排便囉 那你可能等一下要去準備上廁所 那如果有想要看更多的什麼類型影片可以跟我說喔 之後呢我會分享更多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